中国渔政船编队前往东海区开展福济休渔期海上护鱼巡航为期8天 16号的中国渔政204船是顺利的停靠中国渔政东海区渔政码头 这次由中国渔政船编队以陆续的归岗 那结束了本次专属经济区护鱼巡航任务 盗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为维护中国海洋渔业权益和渔业生产作业秩序 保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渔政自2010年开始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护鱼巡航 耐入常态化 中国渔政船编队本航次是执行东海区福济休渔期间的一次海上例行巡航 中国渔政船编队于7月11号20巡航至钓鱼岛附近海域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海域执行公务 依法保护中国渔船和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 请你船不要无力干扰 马上离开 我们再次重申 我们再次重申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请你船立即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 请你船立即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 不要干扰我船的正常执行公务 不要干扰我船正常执行公务 钓鱼岛附近海域 是我国福建浙江等省沿海渔民 祖祖辈辈进行渔业生产的传统渔场 此次巡航过程中 中国渔政船多次碰到我国大陆的渔船 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渔船 在这片海域作业生产 中国渔政204船还登林检查了 两艘中国福建籍的灯光孚网渔船 指导他们安全生产 并提醒他们如果在正常作业时 受到外国船只的无理干扰 要及时通报渔政执法船 中国渔政部门将切实保护 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 我渔政船编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执行正常的护鱼巡航任务时 多次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干扰 日本海上保安厅先后派出 五艘大型的巡逻船 对我渔政船编队进行跟踪巡航 和喊话干扰 日方的飞机也多次飞临 我编队上空盘旋 本航次护鱼巡航任务结束后 中国渔政船将进行短暂休整 随后还将组建新的编队 开展我国专属经济区的 例行护鱼巡航任务 继续建立